全油管最快新闻,2023年9月14日,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发布通道,公开征集向黎等人的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。 据称,达州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以向黎为头目的涉黑犯罪组织,抓获了向黎、向思维、王永华、向涛等18人,并对他们实施了刑事强制措施。 这一通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被警方抓获的向黎却是当地知名商人,这也是引发公众关注的原因之一。 此次打击行动对于整治黑恶势力,维护社会安宁具有重要意义。 公众期待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侦破,将更多涉黑犯罪分子绳之以法,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公正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